大家好,美军的战机又一次坠毁,美国海军现役的T-45苍蝇教练机 16号发生了坠机事故,飞行员安全的逃生 他是在飞机坠毁前一刻,幸运的弹射出舱 美国海军的一架T-45教练机在16号中午接近德克萨斯州金斯维尔海军航空站 在附近因不明原因坠毁 金斯维尔海军航空站表示,机上的飞行员安全弹射逃生,没有受伤 由于教练机坠毁于航空站周边的空地上,没有平民因此受伤 海军的训练中心办公室表示,这架T-45教练机当时正在进行例行的飞行任务 机上飞行员为教官,弹射逃生后没有受伤,但后续仍然送医检查 坠机原因海军方面正在进行调查 现在我了解,飞机坠毁之前并没有进行一些高难度的飞行演练 所以这一次美军的坠机很有可能和机器 最后的坠机原因还要等美国的调查报告 实际上今年我已经给大家做了很多美国坠机的视频 有B-2,F-35,甚至有F-22 后续有更多的美国军机坠毁的消息,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